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楓少爺,John為什麼拿著你的電話環 他找Hidy的社交平台 他被Hidy封鎖了? 是呀,所以他就用我的帳戶去收拾他 John,你親自找點吧 已經分手了,不要再看了 其實Max也叫你回家休息 你不要再沉淪下去了 我怕你不是失去女朋友這麼簡單 我怕你連工作也沒有 阿壯,如果你再看下去 你可能會看到Hidy跟他新男友的相片 也會不開心 什麼?我不相信他有新對象 如果他有新男朋友 他就會把他們的合照放在社交平台 他都沒有放,明明是騙我 他就想避開我 為什麼你都被Hidy封鎖了? 你是誰捕囂的? 我不會 怎麼捕囂的? 我都不撞 我平日都不太看Hidy的事 你這樣看完她的故事 又讚好她所有的帳戶 當然被她發現了,現在封鎖了我 是呀 Mary姐,你可不可以借電話給… 你試試 你真想也別想 拜託你,放過你自己,放過Hidy 你現在這樣,大家都辛苦 對了,阿壯 我們大家替你很辛苦 好來好去 你看你現在的樣子,像麗麗一樣 吃點東西吧,快點 吃點東西吧 吃點東西 吃點東西吧… 我們這樣下去吧,二爺 大頓中 西龍先生… 西龍先生 為什麼還在這裡? 就叫你回家,收拾市政才上班 不是不夠清楚吧? 清楚,不過… 不過,不過我解僱你了,走吧 知道 這次叫你們來是想問清楚 艾頓狀平時做事是怎樣的 他在清潔部這麼久,你們很清楚 阿狀是聰明,很能幫忙 看來他很適合,回到清潔部 真龍先生,你想調他回清潔部嗎? 難道你不滿意他的表現? 我怎麼滿意他的表現 他經常在發白任務 事件都做錯了 我想他不太適合做個秘書 那個臭小子自從失戀之後就是這樣 說了很快被小龍先生彈中 那怎麼也要幫他? 小龍先生,阿狀之後這麼失常 都是因為他失戀 失戀總有過渡期的 希望你給他一點時間 他不太適合他 之前為了一個女孩 就學人力增上游 想離開清潔部 到調到,就不懂得珍惜 那怎麼行? 這裡他更感情 我也知道失戀是不可以影響工作 怪在他在熱戀期失戀 他真的很愛他女朋友 才會搞成這樣 也是的 當一個人很愛一個人的時候 突然之間離開是…會難過的 問世間,情為何物 想不到阿狀跟我一樣 都是一個為情所困的多情郎 小龍先生 那就是你會給時間和機會去阿狀 當然不是 一樣還一樣 這裡不是失戀輔導所 不過我會給他一個星期時間 但之後的表現繼續強差人意 就麻煩你們在清潔部 接收這件垃圾了 不過情商又怎能這麼快就復原 是呀,細龍先生 你這樣也不給他機會 他留在接籠真的沒有前途了 是呀,所有伴侶都不要他 堂堂一個大學生 難道一輩子你在清潔部嗎 這個是他自己的問題 想不到裙子幫阿狀求情也沒用 也很正常 細龍先生也當裙子是大小姐那邊的人 有人說時間就是最好的解約 當然如果有另一個女生出現就更好 你別說媽媽的女人的道理 還有什麼方法?只剩七天而已 我看到有個失戀網 他說失戀經歷五個階段 經歷完就行了 哪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否認的階段 就是拒絕接受愛人已經失去了這個事實 他已經經歷過了 繼而就是憤怒的階段 就是對前途有很多不滿 有什麼表現? 例如他會和朋友控訴這個前途有多壞 有多壞 就是進入冤婦模式 還有哪三個階段? 之後就會進入討價還價的階段 就是他會不斷作出承諾 希望可以固執,一起回來 之後他沒有希望的時候 就會進入抑鬱期 最後就會接受現實 阿壯就回來了 那就好,他已經過了四個階段 不是,他經歷了三個才對 怎麼會?否認和討價還價已經過度了 現在怎麼看都抑鬱 就是了,他抑鬱了這麼久 就代表阿壯就快好了 不是,但阿壯好像還沒經歷憤怒 阿壯從來都不會說Hidy壞話的 他應該直接跳一奮怒這個步驟 不行,失戀妄話 失戀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他不經歷憤怒期的話 平復不了情緒 還有抑鬱期搞很久 阿壯這麼好脾氣,他也不生氣 又不是沒辦法 我看可以找些東西刺激一下他 把他心裡的老婆釋放出來 親愛的弟弟 阿壯,上次我們一起在這裡玩千秋 是我和你最快樂的回憶 只可惜,景色依舊,人面全非 現在應該再沒機會 可以和你坐在一起玩 阿壯 阿壯 弟弟 Fanny,你…你幹什麼? 幹嘛要一個人嘔吐吐吐這樣? 快下去催我吧 你不催我,我會撕你 你… 不行,Fanny扮Hidy一點都不生氣 既然計劃A不行,計劃B 親愛的弟弟 這些都是你每次來白千公 最喜歡吃的東西 你經常說吃完這頓就減肥 但其實我就是喜歡你肥肥的 不過… 不過為什麼你要離開我? John B 眼睛睛睛看著人幹什麼? 快幫忙剪下腳吧 是不是還要我說一次? 我要吃蟹腳 還不幫人剪下腳吧? 媽媽 夠了,Gigi Gigi,你可不可以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冷靜一下 阿聰 我怎麼每次都會跑走 這個方法到底是否合不合? 合不合,剛才我很大聲罵我支持一句 這樣應該會生氣 我們要再努力一點 讓她想起Hidy有多野蠻、多兇 好 阿聰,你回來了?看我這個車子 行不行?你先看看 行… 行,我知道你會喜歡 所以別走,我遇上你去睡了 快點換一句,我們一起出來打球 不打 不打球不要緊,在家裡玩遊戲 好嗎?再不然我們兩個兄弟聊天 是單瓦架 如果你不想的話,我們躺下 就是這樣打架,不動 為甚麼你們一個人都覺得 我失戀而已 我不會做傻事的 你不會做傻事? 你每一回來就馬上衝進房間 看著對面樓,Hidy的單位 整晚都不出來,連廁所都不去 你偷看我嗎? 我不是偷看你,我關心你而已 你現在這樣繼續下去也不是辦法 Hidy那個人已經搬走了 她的心都已經搬走了 你聽我說,你不要再這樣下去 重新開始,好嗎? 你怎麼了? Hidy Hidy,如果你掛念我 可以回來看看我嗎? 我很掛念你 Hidy Hidy 打死人了 Hidy,開門了,快點開門 人家在外面睡了很久 Hidy,你不開門我們不會走 我們會留在這裡,直到你是開門為止 我們會長期作戰的 你不出來,我們是不會走的 Hidy,我回來了 你快點開門,I miss you Hidy 你甚麼事?很煩 Hidy,我在對面揮手,為甚麼不理我 你很害怕我嗎? 還有,為甚麼在公園一見到人家就跑走 你怎麼推人家 對呀,大千公有人是這樣急急的 人家就跑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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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們很煩 知道我們是欺負人家嗎? 罵我們…來 像情一樣罵,不用管我們 罵了,打也行 來吧 你們這麼疼我,我怎麼疼我打你們 打你們可否不要再敗Hidy 看你們假裝幾次都好 你們都不是Hidy 我們都不是想安慰你 我們想怎麼疼你 就是呀,她這麼晚了 我經常打你,撕你,扭你 你不覺得委屈嗎? 不覺得,我也不覺得她惹麻 為甚麼你們會這樣想 那他們有眼睛看的 加上我又是否舊不舊呢? 我說了,說了她幾次的計劃是不成功的 她不聽別人說話 你這個臭小子 別這樣,風少爺只是擔心你 她不想見到你繼續尋算 為甚麼你還沒看清楚呢? Hidy也不是好女朋友 我真的不太明白 你之前用盡了這麼多不同的方法 脫掉她 Hidy比較野蠻 她撕我比較痛 但我真的很喜歡她 總之你們可否不要再扮Hidy 你們每次回去我都會很想念她 你知道嗎? 走,我不想見到她 不要再扮Hidy 我不想見 Hidy Hidy 我要怎麼做,你才回來我身邊嗎? 阿June 你打給我 一定是想我幫你和Hidy复合的 對,現在只有你一個人可以幫我 你死了一條心,我和你算過了 你和Hidy复合的機會是零的 阿總 阿June 開始之前,我給你一條月亮石 這條是复合石,你馬上戴它 好,其實你突然間改變主意幫我 是否看到我有什麼希望 還是你有什麼其他方法 對,沒錯 對… 這麼巧,這裡有Hidy的頭髮 還有他的照片 應該可以幫你落袖 落袖? 好 你不是打算師無術幫我嗎? 我看到方家很多人都用這些 復合儀式 不…我絕對不做這些事 那你打算做什麼? 我是根據你們的五行,配合聲像 加上我之前和你們開的塔羅 從而得出來的指引 可以大大提升你們復合的機率 聽來正路很多 當然了,不過事先聲明 你們能不能夠復合 都是由天決定的 無論機會多微,我都要試 我絕對不會放棄的 我要做什麼? 接下來我說的所有事 你都不可以有質疑 必須跟著做 這樣你和Hidy就有機會相與復合 沒問題 首先你要清空對Hidy的回憶 收起關於她的一切 然後你要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 早睡早起 這樣晚上你才能吸取到月光精華 其次每天早上都要好好整理自己的義勇 提訴洗臉 之後你就要出去正東方 吸取神光露氣 我建議你可以去公園神魂 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行石春路 這樣可以幫你打開瘀石了的月位 對愛情魂是最有幫助的 飲食方面 你要多吃點綠色和紅色的食物 簡單來說就是菜和肉 同時你也要多喝點水 小龍先生, 早安 早安 對了, 我睡覺了 你睡覺, 阿Janda還在檢查 五分鐘之後就會發給你 好 阿Drew說每天中午我要跑十五分鐘步 然後之後買一杯超級健康的蔬果汁才行 好, 開始計時, 走… 阿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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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巧, 一起坐吧 阿葬, 有些事有人要我們轉責給你 什麼事? 這樣的, 剛才我們來的時候就遇到Hidy Hidy在附近?我為什麼要追她? 你不用追她了, 她已經上了的士 還有一個男人 男人? 是呀, 她託我們跟你說 她已經開始了一段新的感情 和現在的男朋友很穩定 所以你不用顧著她 不如你也找到新開始吧 我不相信, 你們有騙我嗎? 沒有騙你, 你看看吧 算了吧, 阿葬 接受現實吧, 找個別人吧 阿Drew明明說我們可以復合的 Sucho, 剛才我的補習室不見了阿Drew 知道他在哪裡嗎? 你找他找得這麼急幹什麼? 你別管, 知道阿Drew在哪裡嗎? 他好像約了人在八千公吃飯 阿June, 最近阿葬的狀態好多了 謝謝你幫忙 為什麼阿Mai還在這裡? 這一頓我們謝謝你 隨便叫隨便吃, 還有很多來的 不用客氣的 你們怎麼這麼客氣? 其實阿葬也是我的朋友 我看他失戀塗成這樣 我也很擔心的 果然是義氣小女 不過這一招我不知道騙阿葬 可以騙得多久 到時候起不了任何作用 反而弄巧反著 也沒辦法, 見步行步 起碼他現在真的精神了 如果阿葬繼續推下去 他就會失去努力爭取的東西 行了, 我懂得怎麼做 你們還有什麼想阿葬做? 我覺得他喝不夠水 可以叫他多喝點水嗎? 可以的話叫他座下占 始終座下占像我那麼大 找另一個也會比較容易 對, 認識另一個 也是治療呈傷的好方法 夠了, 你一直在趕我 阿葬 不, 你聽我說 不怪阿葬事 不要怪他 要怪怪我們 我沒有怪他, 應該謝謝他 謝謝我? 如果不是你的話 可能我還是一整棵爛危 甚至會做一些 令我自己後悔一輩子的事 因為你叫我做了很多事 真的令我想通了 為什麼你找到這裡? 原本我真的想罵你 不過想起來 是你令我回復正常的生活 令我終於可以接受到 分手這個事實 謝謝你 其實你最應該謝謝的是 你這群好朋友 走… 你幹什麼? 剛剛我們聽到你和阿葬 她的電話向你求救 你來幫忙 你幫他一次 全世界只有你 現在是我希望幫到他 是呀, 你救他 他沒有可能會復合 要幫他幫我 我會給他假希望的 不要他 我又不是叫你幫他復合 我只是想你幫他救他 他現在又不像人, 說不像他 是呀 他再是這樣? 他小租一輩子在廁所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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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走… 走…有救了 謝謝你們 你正常回事就好了 最重要是操得我這麼健碩 身體就會好 他們不斷叫我提醒你 早睡早氣, 多吃點菜, 多喝點水 的確生活習慣正常回事 我無論是身體還是情緒 都會好很多 你知道嗎? 細龍先生差點要你回清潔部 真的嗎? 是呀, 你放心 你正常回事, 他不會讓你走 你們幾隻對我這麼好 應該怎麼報答你們 最重要是做好運工, 努力向上爬 那就是報答我們的最好的方法 好 細龍先生, 這份行工兩席審計報告 已經完成了 我還知道榮、Mike、Fanny和Gigi 他們四個在上班的時間經常偷懶 所以我就在人事部下了訂單 一人一封, 警告 那隻龍力連 沒有你之後就派四個來 偷看我的計劃 他們應該會如一有金日 很聰明 還是做份內事 越來越健碩 你的情傷看來也恢復得七七八八 我之後只會專心工作 不想其他事 對了, 態度正確 這麼短時間裡 醫好情傷, 狀態大勇 還大意滅親 看來我真的沒有請錯你這個人 謝謝細龍先生上席 我會努力的 加油, 再回去工作 知道 快做 快做 為何你要欣張仇報 你們得罪了細龍先生 他是我老闆, 我不能逆他意 那你可以楊鳳欣慰 別不做, 很多人搶著做 你正硬是犯骨子 我們看錯了你 痛… 等等 你們的心願不是想我好 想我開心, 想我出人頭地嗎 現在細龍先生這麼看得起我 你們應該替我開心才真的 對 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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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